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件事的 宝拉的内心涌现出一阵狂喜 当然那只是因为无数众生有了一线生机 她记得她开怀的英俊笑容 记得她如何冷静地迫使一名皇军上校屈服 而不得不向她低头赔罪 像她一个地球女子 她竟然能站在那里接受那名上校的道歉 贝尔艾伐丹能做到任何事 当然 艾伐丹对这个安排毫不知情 她只以为谢科特的态度果真如此 既粗鲁又无理 跟她在地球上遇到的其他人如出一辙 她被带到一间毫无生气的会客室 这令她起了很大的反感 显然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不速之客 她谨慎地选择言辞 说道 不是 若非我对您的突出放大气 有着职业上的兴趣 我做梦也不会抢人所难 一定要您亲自接见我 我听人家说 您跟其他的地球人很不一样 对于来自银河的人并无敌 这句话显然弄巧成拙 因为谢科特博士立刻反驳 听着 无论是谁这样告诉你 他实在大错特错 他不该以为一个陌生人会表现得特别友善 我心中没有什么好恶 我是个地球人 艾伐丹紧抿着嘴唇 半转过身去 谢科特急忙小声说道 请你了解 艾伐丹博士 如果我表现得无礼 那我实在很抱歉 但我真的不能 我相当了解 考古学家以冰冷的口气说 虽然他其实一点也不了解 告辞了 博士 谢科特博士淡淡一笑 我的工作压力 我也非常忙碌 谢科特博士 他走到门口 内心充满对地球族类的愤怒 在不知不觉间 他想到母星上四处流传的一些说法 例如礼貌之于地球 有如干燥之于大海 只有不知一文 而且毫无价值的东西 地球人才会慷慨地送给你 等等的谚语 当他听到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以及噓的一声警告之际 他的手臂已切断光电波束 前门也已经打开 他手中突然多了一张纸片 可是当他转过头去 却只见红影一闪 一个身影就消失了 一直等他进了租来的地面车 他才打开手中的纸片 那上面写着一些潦草的字迹 今晚八时 设法找到大剧场去 要确定没被人跟踪 他对着纸片拼命地皱眉 前后读了五遍 又对着整张纸瞪了半天 仿佛期待着隐形墨水的字迹 陡然跃现 他不知不觉地回头看了看 街道上却空无一人 然后他举起手来 准备将这张糊里糊涂的纸片 丢到窗外 但迟疑了一下之后 却将他塞进背心口袋中 假使当晚他有任何一件小事 而未能依照那个潦草 自己的指示附会 那么毫无疑问 整件事就会到此结束 同时 几兆人的性命 或许也会跟着结束 然而 他正巧 什么事也没有 而且他心中正巧 还在嘀咕 不知道送这封信的 是不是 八点钟的时候 在沿着弯弯区区的道路 排成长龙的车阵中 他驾着车 缓缓前进 那些车辆显然都是前往大剧场的 他曾问了一次路 那个路人 则用怀疑的目光瞪着他 显然没有一个地球人 不是成天疑神疑鬼的 那个人随便打了一句 你跟着其他车子就行 看来其他车辆 的确都是前往剧场的 因为当他到达目的地后 发现所有的车辆 都一一被地下停车场吞没 于是他离开队伍 慢慢驶过剧场 开始等待一件 他毫无概念的事物 从人形坡道上 突然冲出一个纤细的身影 一路冲到他的车窗旁 他吓了一跳 定睛向那人望去 那人却以利落的动作 打开车门 坐了进来 对不起 可是 噓 那人在座位上弯下腰 你有没有被人跟踪 我该被跟踪吗 不要说笑 一直往前开 等我说转弯的时候再转 我的天 你还在等什么 他认得出这个声音 然后那个人又将兜帽拉下 露出淡褐色的头发 一双黑眼珠紧紧地凝视着他 你最好开始行动 他柔声道 他 一言而行 其后的十五分钟 他除了偶尔压低声音 吐出几个字 指示方向 其他的 什么也没有说 他偷偷地望向他 暗自想到 他比自己记忆中的还要美丽 进而心中 蹦出一阵欢喜 说来真奇怪 现在 他一点也不感到愤恨 他们停了下来 或者应该说 根据少女的指示 爱伐丹将车子停下 他们停在了某个住宅区的一角 附近不见任何人影 小心翼翼地等了一阵子 少女再度做出 向前走的手势 他们便在一条车道中 缓缓前进 车道的尽头 是一个缓坡 最后 他们进了缓坡上的 私人车库 车库的门 在他们的身后关上 现在 车中的小灯 成为了唯一的照明光源 保拉 保拉以严肃的目光瞪着他 然后说 爱伐丹博士 我很抱歉 必须这样做 以便和你私下交谈 我知道 我在你心中的地位 已跌到谷底 别那么想 他笨拙地说 我必须那么想 我必须那么想 我要你相信 我完全了解 那天晚上 自己有多么小心眼 口气 有多么恶毒 我根本不知道 该怎样道歉 请别这样 他将目光 从他身上移开 我当天 也许有点 过于滑头 这个 保拉 顿了好一会儿 才重新恢复 最基本的镇定 我带你来这里 不是为了那件事 在我遇到的外人当中 只有你 称得上仁慈 高尚 我需要你的帮助 艾伐丹突然感到 全身冰凉 如此大费周章 难道只是为了 这个原因吗 他将这种想法 凝聚成一个冷淡的 哦 不 他回敬一声大叫 不是为了我 爱发丹博士 而是为了 为了整个银河 丝毫不是为了我自己 丝毫不是 究竟是什么事 首先 我想 不会有什么人跟踪我们 可是 万一你听见什么风吹草动 你能否 能否 他垂下眼瞼 能否伸出手臂 搂住我 然后 然后 你知道的 他点了点头 以打趣的口吻说 我相信我能随机应变 我相信我能随机应变 不会有任何困难 一定需要等到 有什么风吹草动吗 保拉 立刻 张红了脸 请别拿这件事开玩笑 或是 误会我的意思 只有那样做 别人 才不会对我们真正的意图起疑 只有这样 才瞒得过别人 艾伐丹 柔声问道 事情真有那么严重吗 他以不解的眼光望向他 他看来那么年轻 那么柔弱 或许可以说 他感到不太对劲 在他一生中 他从未有过任何非理性的行动 为此他感到十分骄傲 他是个具有强烈感情的人 但一向都能以理智战胜感情 然而如今 仅仅只是因为 这个女孩看似娇弱 他就有了保护她的非理性冲动 他说道 事情 的确很严重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乍听之下 你绝不会相信 但我要你试着相信他 我要你决心相信 我是真诚的 最重要的是 我要你决定站在我们这边 和我们一起奋战到底 你愿意试试看吗 我给你十五分钟的时间 然后如果你还是认为 我不值得信任 或者是不值得你费心 我就立刻离去 这件事 就此作罢 十五分钟 他突然撅起嘴唇 不知不觉地露出一抹笑容 又将万表除下放在面前 说道 好吧 他 双手交叠 放在膝盖上 两眼紧紧盯着前方 但从挡风玻璃望出去 只能看到车库中一面空洞的墙壁 他 若有所思地瞪着他 他的下巴线条 圆滑 柔和 淡化了他极力表现的坚决 他的鼻子直挺 带着细细的皱纹 他的皮肤 有着特殊的色泽 这些都是多么典型的地球人特征 他发现 他用眼角撇向自己 随即又连忙收回目光 怎么回事 他问道 他又转过头来 面对着他 两排牙齿咬住下唇 我刚才 在观察你 没错 我看得出来 我鼻子上 有灰吗 啊 没有 他露出浅浅的笑容 自从上车后 这还是他第一次微笑 他毫无来由地 渐渐察觉了他的许多细节 例如他每次摇头的时候 头发似乎都会在半空轻柔地飘大 只不过 自从 那天晚上 我就一直在纳闷 想不通 你如果是外人 为什么不穿 灌签的衣服 当初 就是这点唬到我的 通常外人看起来 都像一袋马铃薯 而我不像吗 啊 不像 他的声音 突然透出一丝热情 你看起来 看起来 好像一座 古代大理石雕像 但你是活生生的 有体温的 很抱歉 我说话 太莽撞了 你的意思是 你想我会认为 你是个不知分寸的地球女子 你该停止这样的猜忌 否则 我们不能友善地 我不相信 有关放射性的迷信 我测量过地球大气的放射性 也在实验室 进行过动物实验 我几乎可以确信 在正常情况下 那些放射线 不会对我造成伤害 我来到此地 已经两个月了 至今尚未感到 有什么不舒服 我的头发 没有松脱 它顺手 拉了一下 我的胃部 没有脚痛 我也不信 它会伤害我的生育力 不过我承认 在这方面 我做了点防御措施 可是 灌签的内裤 你瞧 从外面 看不出来 它以严肃的口吻 说完这番话 它 却再度露出微笑 你有点疯了 我想 真的吗 你一定不会相信 有多少非常聪明 非常有名的考古学家 曾经这样说 而且是 长篇大论 它 突然言归正传 说道 现在你愿意听我说吗 十五分钟 已经到了 你认为呢 我想你八成疯了 你要是没风 在我做了这些之后 你不会还坐在这里 你是否有一种印象 以为我 得费很大的力气 才能强迫自己 坐在你的身旁 假如你这么想 那你就错了 你可知道 宝拉 我从来没见过 我真的确信 自己从未见过 像你这么美丽的女子 她迅速抬起头 双眼充满惊惧 请别这样说 我不是想要那样 难道 你不相信我吗 我相信你 宝拉 不论你想要什么 都尽管告诉我 我会相信你 还会帮助你 他对自己 他对自己这番话 深信不疑 此时此刻 就算要他去推翻皇帝 爱伐丹 也会欣然从命 他以前 从未爱过任何人 想到这里 他猛然杀住思绪 他从来也没用过 爱 这个字眼 恋爱 跟一名 地球女子 你见过我父亲吧 埃法丹博士 谢克特博士 是你父亲 请称呼我贝尔 我会叫你巴拉 如果你希望 我会试着这样做 我猜 你一定 很生他的气 他对我不怎么客气 他不能那么做 他一直 受到监视 事实上 是他和我 预先安排好 由他把你打发走 而我晚上再来见你 这里 是我们的住所 你可知道 你可知道 他的声音 忽然压得很低 地球 就要造反了 埃法丹不禁感到 一阵好笑 不 所有的地球人 他将双眼睁得老大 不料 宝拉 勃然大怒 别嘲笑我 你说过 你会认真听我说 而且会相信我的话 地球 即将造反 这件事很严重 因为地球 能毁掉整个帝国 地球 能做到这一点 埃法丹 埃法丹将一阵狂笑 尽力压制下来 有柔声说道 宝拉 你的银河 读得怎么样 不输给任何人 老师 可是这两者 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两者 当然有关系 银河的体积 有几百万立方光年 包含了两亿颗 住人行星 总人口大约有 五十万兆之重 对吗 既然你这么说 我想就没错 就是这样 相信我 而地球 只是一颗行星 人口仅两千万 而且没有什么资源 换句话说 每个地球人 得对付 两百五十亿个银河公民 好了 面对两百五十亿 比一的悬殊比数 地球 又能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